大家好,歡迎來到知音流事務所,又是卡薩帆衛生日 今天是6月28日星期三 現在時間是9點47分,剛剛開市 整個港股的走勢經過昨天升了350多點之後 今天的走勢是反覆的 雖然昨晚來講,美股做得很好 當中來講,包括道指也好,甚至是標本物指數也好 都是升得比較多 而納指是升得最強的,升得超過1% 主要是因為美國昨天出的經濟數據非常好 反映美國那邊的整體經濟前景進一步有改善 而且也看到整體消費者信心非常強勁 就看昨天的數據來講 當中,資商會消費者信心的6月份的數值去到109.7% 比起市場預期的104%和5月份的102.5%都明顯很轉 都是反映美國,雖然大家經過一輪的加息之後 也有很多銀行出了一個問題之後 現在來講,就開始那個市場重拾心情 對於整體經濟前景還是樂觀 也看來講 整個新屋銷售的環比升了12% 如果看新屋銷售5月份的數值來講 達到763,000間 也比市場預期的675,000間高 再加上內容品訂單 就月環比5月份升了1.7% 比市場預期要倒退1% 是要強勁很多 所有的數據都在反映著 美國的經濟狀況不差 所以都看到 美國昨天的整體聯邦基金利率期貨都在反映著 7月份加息的機會越來越大 甚至到昨天來講 未來7月份 加息的機會已經達到81.8% 加到5.25至5.5 至於市場對於9月份 維持在5.25至5.5的機會率 也達到76% 整體去看 美國基本上7月份一定加息 也看到歐洲那邊 歐洲央行的官員都表示 未來的時間都不用想 而會有減息機會 始終來看歐洲那邊的整體通脹 似乎都沒有辦法下來 都成為主要限制著 短期內全球的息率 可以是回落的一個可能性 看回美國方面加息的機會大了 也看到兩年期的美國國債息率 也都已經升到上去4.75的水平 至於在十年期的息率 昨天也彈了一點點 去到3.76的水平 令到整個兩年期和十年期的息差 仍然維持在一哩的水平 昨天來說收窄了一點點 但都是一哩的 都仍然不是太好的數值 因為始終來說 食差和短期的債息的倒掛 都是預示著經濟不是太好的 那當然前景最主要都是看回美國 自己本身的經濟消費者的消費能力和信心 也都在近來來說 重視經濟數據好 大家預期有加息 你也都推翻譬如說 好像那個美國的美匯指數 是升上來的 但是似乎那個升的動力是不是太強的 那譬如像昨天來說 都是輕輕回落的 去到102.4的水平 都看到其實如果看那個美匯 在短期裏面 102的位置 基本上都是一個不差的支持 但是你要再進一步 就是叫做向上上升 但是又不見得 就是說美國方面 就要是打足加息 那尤其是如果看回 那些短期的債息是上了來 但是長期的債息 就不是很跟得上 那都是反映著可能 今年再加兩次息 就應該是完結的了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美匯是更加難 是有個比較大幅的上升 那雖然呢 都看回現在來說 就是通脹問題 都是有個幾大的不確定性 但是呢 市場都會 就是兩次加息 作為一個參考 去定一些的經濟目標 所以暫時看 美匯那方面呢 都還會繼續在這些 就是102的位置 是徘徊的 那至於呢 美股來說 昨天都升得幾件 譬如好像是看回 是標普密指數來說 升了49點 接近1.2% 那另外呢 就是納賜來說 都升了成200點 1.65% 那道指是 升幅少些 但是都有成200點的升幅 那如果再看回 道指來說呢 甚至是說 跌到去 布里加通道的中族 那昨天來說 有一個的大抽薪 那樣的反彈上來 那都似乎 顯示著呢 就那個 布里加通道中族 的確是 短期的支持 那那個位置來說 也是個20天線 那只要現在來說呢 就是布里加通道中族 是沒有出現 是一個跌破 那都預計回 即是 美股在短期裏面 那個回調呢 那個的幅度呢 是有限之餘 那也都有機會 是再試一些高位 那尤其是 近來來說呢 科技類股的走勢 仍然都很強 那帶動回 整個的美股 是繼續向好的 那 至於呢 就 標本化指數來說呢 那也是 那昨天來說呢 就是曾經一度是匯調 那觸碰到呢 就是 原本 去年的 幣份 那4301 這些水平附近 那但是沒有跌穿 也都是沒有跌下去 在保利加通道中族 那 見到那個 反彈 令到 就似乎 4300點 這個標本化指數呢 也是一個 真是主要的支持位 那去到呢 就 那 那 那 這個方面呢 更加強了 那 就連呢 這個 就叫做 去年的8月份 那 13181點 這個水平 沒有跌穿下去 也都沒有碰到 那個 保利加通道中族 已經是彈上來 那 都跟之前 就是預計的 一樣的 那就是 保利加通道 現在來說 是收集的速度 是會比較快 那 令到呢 就是說 整個的 就是叫做 可以跌的空間 都是有限 再加上 一件事呢 我相信呢 現在來說呢 這個 就是叫做 RSI 是一頂高一頂 那也都不會擔心 就是說 短期有個 見頂的跡象 那 至於人民幣的匯價來說呢 那 昨天呢 有消息指 就是說 這個國務院總理李強 那表示呢 就是說 衝突那個的 未來經濟增長 尤其是今年裏面呢 5%的目標是可以達到的 那 令到的市場呢 就有信心 那 那反向呢 令到呢 就人民幣的匯價呢 那 昨天 就是去到7.25這些位 那也都是呢 就是去年的11月份 和去年的9月份 那些高位附近 隨即就出現一個逆轉 那當然 如果你說 在現在的時間來說呢 那偏離了20天線 是太多 那也都是有個機會借口 是做回調 那但是 20天的移動平均線來說呢 那 未必是一個 就是很容易是 就是叫做失守的水平 尤其是 如果你看回呢 人民幣的弱勢呢 基本上呢 是令到呢 就是說 7.25這些位來講 是不是真的呢 就是守得住呢 大家都不知道 現在來講 就真的要看回呢 就是官媒啊 甚至是說官方的一些口吻 那如果呢 就是說 不去守這個7.25的話呢 那變相可能呢 令到呢 就是整個人民幣匯價呢 是進一步轉弱呢 是一點都不出奇的 那 那人民幣匯價又轉回穩定呢 那其實是有助呢 是內地A股 和港股的表現 那也都因昨天呢 就是人民幣是突然之間 就是轉回強呢 那令到呢 港股也都呢 是真的升了成三百五十幾點的 那 那看回昨天收市的時間呢 那時候升了三百五十四點 那 那如果你看回成交的 916億是不夠的 那也都呢 是見到你說 那昨天呢 在收市的時間 的確有錢入回來 無論是說行指啊 國指啊 科指都是 那尤其是行指有成十五億 那基本上好像呢 就是轉回好一點 那但是如果看回成三百五十點的升幅 那成交一千億都未到的話呢 就真的有少少五合格 那我也都擔心著呢 就是說 整個市抽得這麼快 底下 也都沒有升上去 那條二十天線呢 會不會就是說 純粹是一個叫做呢 反彈來的呢 那我們暫時就當指數是一個反彈 作為一個的部署呢 那那短期不要太過呢 就是叫做 叫做 叫做 是太強的 那尤其是如果看回昨天來說呢 呢 在那個叫做 走勢上呢 那仍然都是呢 見到有個 就是比較反覆的情況 那當然如果我們 以呢 是一個短期來看回呢 當呢 整個市呢 就是屬於一個叫做 反彈的話呢 那我們呢 就是看回一些 兒童平均線呢 又甚至是看回呢 就是整體那個市場呢 是資金那個的部署 譬如好像是看回呢 這個叫做資金的 累計圖表呢 那我們見到呢 是的確有 不少的錢呢 在 之前 就是上兩個星期呢 是進來的港股 進得快 那但是呢 就是上個星期來講 開始轉慢了 還有呢 亦都是有少少的流走 那昨天來說呢 叫做多回 有回一些錢進來 不是多了 有回一些錢進來 那就令到這個市是穩定的 就不是說真的 一個很強的上升 因為一般來說 當個市不是 就是真的看得很好 那件事呢 資金來講呢 未必會進來 就算你不流走 都未必會進來 那現在來說呢 近來的情況就是這樣了 那而且呢 亦都看回呢 科子來說呢 就是說 昨天有個抽升 但是都看不到 有很多錢進來 那令到呢 就是短期內 科子可以 就是升更多的那個 機會呢 就更加微的 啊 看回呢 整個的行至呢 如果現在去看回呢 那就 昨天一枝是大洋燭 那樣抽上來 但是 那條廿天線 是未真正是修復到的 那而且呢 也都看回呢 就說 RSI也都未上回到50 樓上 那基本上呢 就劃個勢 頭未轉回強 那 劃多劃少 可能都會令到呢 就是整個市來講呢 暫時的部署 都是以短線為主的了 那我們也都看回呢 小時圖來講呢 那整體上是回調了 那整個 這個的18,044點 到最高來講 20,155點的水平之後呢 回調回61.8% 沒有失手 那現在就做反彈 那整體上呢 如果反彈的幅度呢 暫時都是看著 19,400這些位的 所以如果現在看回廿天線未能上去, 現在小事圖要上去19,400, 暫時有一定的困難 至於看回昨天, 時升了350點下, 恆指牛洪政分佈區域有少少微調 主要的重貨區是18,500至18,900的水平 暫時來說,這400點的支持力度相對多, 主要是集中在這裏 如果你的市場是扔下來的話, 18,500應該定得住 至於科子的參考, 看見都沒有怎樣移動, 都是3,000至3,100這個水平 主要的重貨區, 但當然如果在現在的時間來說, 跌到這麼低, 我覺得機會不大 至少在3,500這個水平流上, 支持在牛洪的分佈應該都會比較合當 至於今早來說, 事實跌了48點, 也都見到資金來說, 有少少流出來 不少的, 恆指是2,600, 也都見到拋貨比率是23% 國子來說, 就是4億, 拋貨率是54, 科子來說2.6億, 拋貨率是53 都不是很大力的, 所以來看今天來說, 基本上市場都是反復為主 主要是消化昨天的勝負, 也都見到金蕭曹來講, 友邦有錢入, 網易有錢入, 新澳, 港交所和百多 但如果看, 除了友邦有多少少少錢, 有1.6億, 其他都是幾千萬 反而流走的股份來講, 就是騰訊1.5億, 巴巴就1.5億, 平普就9千萬, 其他都相對小 而現在顯示著, 整體科技股的走勢, 好像我剛才所講 昨天是有得升, 但問題就是錢不肯進來, 都比較麻煩一點 因為科技股不走的話, 市都很難升上去 看回今早來講, 指數輕輕低開了, 低開的幅度不算太大 曾經最低的時候, 跌到下去是19,052點 但都未穿19,000, 接著繼續徘徊 如果看回短期來說, 相信整個港股都基本上是窄幅波動 可以這樣看回, 如果以分中圖去看的話, 很大機會 可能都是講, 200點那個波幅, 就在19,050去到 大概如果你向上升的話, 都是看到19,200, 這些水平 至於看回日線圖, 昨天來講, 手製過暴力加通道的中軸 今天來講, 基本上沒有試上去, 開始有點收窄的情況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都覺得, 投資者在現在的時間 昨天上去, 靠近通道頂, 會有機會下低一點 今天來講, 看看能否收到19,000, 這些水平 尤其是, 如果你看回整個, 反彈上去看的話 我們都是看著, 叫做, 61.8%, 18,850點這個位 這個位, 這個位來講, 重要的 如果你說, 跌穿19,000, 不要緊 18,850, 不可以失手, 穿了就比較麻煩 我們繼續留意, 今個星期, 還有比較多的數據 當然, 要留意, 接下來, 美國也會公佈 5月份的個人收入和開支 也要看整體實際的個人消費 以及芝加哥的PMI數據 看回這些數字, 如果過強的話, 市場也會有些反應 就是擔心加息的速度是比較大 不過也是這樣說, 市場很喜歡拿這些數據 去做那個, 動過市上落的一個借口 但當然, 現在這個時間來講, 我就覺得 不是說好像之前這樣, 大家很擔心 那個通脹, 令到那個食口沒有上限上升 因為這段時間來講, 這些經濟數據 的確已經在反映著, 加息對於 這個通脹是有效的 但當然, 要的時間會長一點 有時候也預計, 接下來的經濟數據 還是會比較反覆 以及也會偏向看到 那個通脹是慢慢收回來 不是很急地下降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整體上預計港股 今天都會繼續反覆 上到19,000點的水平 應該走勢就會相對比較 難作一個更加大的上升 尤其是現在你看回 人民幣那個匯價 不是真的完全可以轉強的話 都是限制著 港股在短期內可以上升 整體上的市場 要回調的壓力 或者那個直播率 似乎還是挺高 所以大家來講 在買貨的時間 要相對小心 不要太過 一面倒去追 一些太多的股份 那今天的分享來到這裡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